这边馋了 买了15斤牛排 咱们简单吃一个 红烧牛排骨 这案板子太宿了 这点牛排真挺不宿 咱们先把这点牛排 给它分割一下 牛排这一块就足足够了 妈呀 这牛排 我想这牛排骨 是震惊挺硬 下次还得让热心摊主 拿锯子给锯 快点 咱们把稍微连刀的这些 给它分割一下 温路和雪花 相当完美 咱们先给牛排焯一下水 满满等等一锅 多少咱有点放不下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 稍微来点水 稍微来点料 接下来咱们切点大葱 把大葱给它切成长长的小段 又是一个空心大葱 我们村的时尚人士 都喜欢用空心大葱 我也不例外 没想到 这个大葱外表光鲜亮丽 里边 而且还非常虚心 然后咱们准备一个姜片 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水微微开 咱们把这个浮沫 给它稍微打一下 咱们把浮沫撇得差不多 把牛肉给它捞出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简单炒个糖色 然后放上25ml冰糖 接下来咱们把冰糖炒至融化 炒至枣红色冒泡 红烧菜系 糖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糖色的这个红烧菜系 就是耍流氓你知道吧 炒至走红色冒泡以后 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把葱姜咱们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这姜盖上都挂满了糖色 都是有一点拔丝红薯的感觉了 接下来炒差不多 咱们给里边来点皮鲜豆瓣酱 牛肉配上皮鲜豆瓣酱 非常好吃 这个配面配饭都相当棒 接下来来点生抽 咱们给它喷出香气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把这焯好的牛排 给它倒到锅中 然后把焯好的料 给它下到锅中 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八角桂皮香叶草果小茴香干辣椒 给它下这边 最后稍微来点咱们内蒙的大青年 盖盖咱们给它压上一个半小时 咱们的牛肉炖的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把这个汤也倒上 这个是牛筋面 来点辣椒 烫了好了大家好 我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哇先来上来上一小块 哇还是很烫 哇这块肉决定要给一个特性 筹集完美啊 肉中吕布马中吃拖 嗯 嗯 这个这个牛筋面 牛肉这个香气在口腔中肆意蔓延 哇这块肥瘦香价 说实话这个软烂程度也是正经可以了 就是因为肥瘦的 嗯,好好吃啊 其实应该再对一会儿 小火慢炖 给它留好足够的空间啊 一口肉一口蒜,真是太幸福了 来一口吃牛筋面 一口吃牛筋面 一口吃 很酱 一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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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手直接脱骨了 对咱们把这个肉 哎呀还是有点 这筷子太麻烦了 咱们直接上手套 这块是脆骨啊 刚好就是切到这个 关节上 简直爽嗨 可以来来看看 超级有事业 吃着配上蒜 超级有事业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